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联合报器资料照片记者郑清源摄影分享民进党上周自清强调总统蔡英文任党主席后没收过庆副公司董事长陈信南负资任何现金还叫正要国民党也自清但民进党经改口党2015年底确实曾收一笔陈信南捐款 国民党批评否认抓包承认已成民进党政府处理庆副列雷剑立案SOP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表示从新复案关键录音党遭披露后 总统府先对外否认还扬言要告报道媒体但查正后改口承认陈信南进过总统府 但又企图拉前总统马英九时代入府次数更多电背 没想到陈在蔡政府时期唯一一次入府都谈到列雷劲案 洪孟凯说上周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又姓氏淡淡说 总统蔡英文没收过陈信南父子前 结果摊开2016总统大选证制现金记录 在凿抓包在2015年11月6日 曾收一笔高雄市前证区陈信南先生个人小额捐款3万元整 洪今天只好致歉 洪孟凯也于民进党政府在庆赴安上内遭逢职疑 第一时间都先否认等被抓包后才道歉认错 也许再拖个别人下水否认抓包承认已成民进党政府处理闭案 SOP但在始终如一的拨断法夹弯背后 民进党政府究竟还有多少事没向国人坦白